按道綽大師說 如果說我們真的相信佛經裡面 所講的阿彌陀佛的願力 願意念南無阿彌陀佛 跟隨阿彌陀佛 那不管我們念了多久 你有50年的命 你就念佛50年 你有30年的命 你就念個30年 甚至醫生宣佈說只剩下3個月的時間 甚至最後才遇到的 才念一兩聲的南無阿彌陀佛 隨受長斷 就不管他壽命有多少也好 只要有念佛 只要壽命一道 絕對能夠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那個時候他到了淨土 就成佛就解脫了 跟其他法門剛才所講的 修三大聲期間沒有兩樣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念佛的當下 其實就已經保證成就了 我們現在每天念佛 只是在等著阿彌陀佛而已 你看時間一到 不管什麼時候到 阿彌陀佛肯定來接的 所以當然 你現在念佛 現在就算是圓滿了 因為現在就已經有資格往生了 你看法召大師說的 使戒一人念佛名 西方便有一連身 當下念佛 淨土當下就有我們的蓮花 我們看這個多麼的不可思議啊 這是快速的法門啊 你當下念佛就圓滿 有些人就很奇怪 你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子呢? 念佛已經很簡單了 就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而已 那現在 竟然還不講念多念少 念多久 這個跟其他法門 三大二生期間 六度萬行 根本就沒有辦法比的啊 到底是什麼道理呢? 其實 我們學佛也不用講太多的道理的 為什麼? 因為佛怎麼說 我們就怎麼信嘛 這個是最好的啊 是啊 難道今天佛會騙我們嗎? 各位 佛騙我們來做什麼呢? 佛跟我們又沒有所謂的利益衝突 如果今天你講做生意 搶生意 才會騙來騙去嘛 但是佛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的 你講錢 佛又不要錢 他本來是王子啊 你講地位啊 佛又把他國家放棄了 講得不好聽 佛寧可去當一個好像乞丐的人 他去宣揚佛法 以亞降時的身份去宣揚佛法 所以佛 他根本是沒有什麼利益要騙我們的 他所講的就是一個真理 那道綽大師就引用這個經典來跟我們說 我讀一遍 大悲經允 隨其命中定身安樂 這些佛跟祖師的開示 他就是讓我們安心 全部 你看 都是講我們這一生念佛 決定能夠成就 沒有說 不能得生 也沒有說 或許 就說是一定 你看 集得往生 聚足功德寶 接得往生 定身安樂 都是很肯定的 一百分之一百的 如果要稍微解釋為什麼說會這麼肯定 那我講一個比喻好了 就是像印光大師曾經說過的 極樂世界以為本有家鄉 阿彌陀佛以為無上恥父 因為現在極樂世界是我們的家 阿彌陀佛是我們最慈悲 最親近的父親 各位 今天如果說我們要回家 還有說不能回去的嗎? 你今天叫爸爸 難道還有爸爸是不回應的嗎? 當然沒有啦 現在阿彌陀佛是大慈父 極樂世界是我們的家鄉 我們念佛往生 淨土 就等於是回到爸爸的身邊 回到自己家的那一種 這樣難道說還不一定? 難道說還要看我們有沒有修行的功夫 還要看其他的條件嗎? 當然沒有的啊 這個爸爸如果看到自己失散的孩子願意回家 那肯定高高興興來迎接他的 你還講條件做什麼呢? 這是自己的家 自己的地方啊 所以為什麼說 佛門裡面就是有阿彌陀佛會來迎接我們? 就是因為這時爸爸看到失散的孩子要回家了 當然是歡歡喜喜 帶著所有哥哥 姐姐 菩薩來迎接我們了 回到極樂世界 道綽大師就說 你看我們一到了極樂世界的成就 是跟其他法門 修三大阿生起結的成就 是一樣的 就算那個無逆十惡 最後 只有念一生的南無阿彌陀佛 他到了淨土 同樣也是這樣子的大成就 所以各位 那真的是快速到不可思議啊 所以道綽大師說 為什麼有這麼好的事情 反而還有人不願意念佛呢? 就偏偏要選其他三大阿生起結慢慢修行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現在有難有容易的 一個慢 一個快的 那我們當然肯定是選快速容易的嘛 是不是? 現在好像我們已經有了手機 打電話比較方便 快速 那現在就沒有人在寫信了 那現在看到飛機很快 很容易 所以就沒有人在游泳 靠自己過大海了 你看 世間的事情 我們都是選容易 快速 不要選難的 但是為什麼你學佛偏偏 又要難 又要慢的呢? 所以其實講白了 就是自己不聽話 甚至我們講的 愛面子 哎呀 我修了其他法門 修了30年了 你現在要我放棄轉入念佛 那我以前的30年怎麼辦? 這就是愛面子 不是真的要學佛的 曾經有一個故事 是這樣子的 有一個監牢裡面的犯人 他要被判一輩子做監牢 所以這位犯人就要逃出去 他要逃獄 都判了一輩子 就計劃說要怎麼逃走好了 那突然想到說 他可以試試看挖監牢的牆壁 就等挖了一個洞 他自然就能夠逃走了 但是監牢的牆壁很厚 哪有這麼容易挖的 所以就慢慢挖 偷偷挖 挖了30年 從20歲挖 挖到50歲 就挖到很深 但是還是沒有挖完 挖了30年 還是沒有挖完 沒有想到 30年以後的有一天 有一警察就來告訴他說 因為現在是國王的慈悲 免了你的罪 所以你現在可以無罪釋放了 你自由了 哎呀 沒有想到 這個犯人就想了 怎麼會無罪釋放呢? 那我花了30年 挖的洞要怎麼辦呢? 各位 如果是你的話要怎麼辦? 你是要無罪釋放 放出去 還是要繼續挖那個不知道能不能挖成的洞? 那一般來說 都是要無罪釋放 直接出去的嘛 但是這個犯人說 不行啊 我捨不得我挖的洞啊 我都挖了30年了 我很有感情啦 所以現在被無罪釋放出去 我不要 我就是不要出去 我要繼續在街道裡面 繼續挖洞 各位 這是不是很奇怪呢? 那很奇怪啊 現在你明明可以出去了 但是你偏偏要靠自己挖洞 而且你這個洞 是還沒有挖成功的洞來的 所以我們不要覺得說 這個故事很好笑哦 哎呦 這個好傻的人哦 其實 我們有些學佛的人 就是這麼傻 因為他修了其他法門 可能他誦經 拜禪 餐禪 打坐 餐學 可能都學了30年 就好像剛才的犯人 挖洞挖了30年 但是 就是還沒有挖到什麼 就是學了那些法門30年 還是沒有解脫的期望 他修了那麼多 那麼久 還是成不了佛 但是 現在突然發現佛門裡面 還有一個阿彌陀佛救度的法門 有阿彌陀佛保證成就的法門 這就好像遇到國王的恩賜 可以無罪釋放 可以解脫了 結果 沒有想到 他反而捨不得以前的法門 明明他修其他的法門 修這麼久都還沒有成就 但是 偏偏還是要繼續修 不肯接受現成能夠保證成就的念佛 那都不知道 當初挖洞學佛來做什麼的 學佛不是為了能夠解脫 離開苦難嗎? 現在念佛就可以保證得到 為什麼偏偏反而不要呢? 反而說 還捨不得以前所修的 我們看到大師說的 諸佛只等 何不失量 不捨難求一也 這就是糊塗搞笑了 搞不好繼續挖洞 挖到一半 我們講 洞突然山崩 掉下來就慘了 是啊 在我們這個世界 修其他的法門 就是有這樣子的危險性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是會土 是污染的世界 在污染的世界 你要修行 老實告訴各位 是很難的 很多障礙的 你看道聰大師說 我們現在這個世界是什麼世界? 就我們這個世界 有三二道 各位 有三二道是什麼意思? 有三二道就代表說 我們在這個世界 你是有機會能夠掉下去的 講到環境 我們這個世界 太多的水會造成水災 不夠水會造成旱災 還有暴風雨 閃電 種種的 那講到人的環境 這個世界有好人是沒有錯的 但是也有壞人 你看 明明學佛很好 但是有時候人家就會阻礙 你身旁的人可能會刁難說 你為什麼學佛? 頭腦壞掉了嗎? 甚至 有些家人 親戚朋友 連自己吃素都要破壞 你看 就是惡緣了很多 而且佛說 我們今天在這個世界 越往後 未來 會遇到更多災難的 你看到了後面的世界 未來的世界 我們會遇到一個沒有食物吃的時代 大家都會餓死 過後 會遇到大瘟疫 病毒 一死就死一大堆人 最後 就是遇到刀兵劫 全部人可能為了搶東西 開始互相打打殺殺 這些是佛門裡面所講的小山災 這還是小山災 小災難而已 那佛說的大災難 大山災 就是過後世界會出現的七個太陽 我們現在30、40度的天氣都熱要半死了 但是那個時候 竟然會出現的七個太陽 所以地球都會被火給燒掉 大火災過後 就會出現大水災 把地球給淹沒 最後一個是大風災 可能例是大龍捲風之類的 把全部東西給摧毀掉 我們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毀掉的 所以我們這個世界的東西 任何東西都是無常 都會壞掉 沒有一個東西可以永遠的保存 這是以後我們這個世界毀掉的情況 佛說的 沉住壞空 所以如果說 今天 你要在這樣子的環境要修行 請問你要怎麼修呢? 各位 不要講到那麼惡劣的環境 但當我們現在人的生活壓力大 你就已經沒有辦法再講修行了 我們看現代的人 他時間可以忙到都擠不出來的 那如果說 你還要活到剛才所講的那種災難的情況 請問你還要怎麼講修行呢? 結果現在 竟然還有人說要發願在娑婆世界 還勸人家不要念南無阿彌陀佛 道淨土 我還真的有看過有這樣子的人了 還是佛弟子 那你這個就是糊塗了 你看 單單我們今年的疫情期都不知道持續多久了 我們就能夠感受到這個環境很惡劣了 所以 你還把人推在說佛世界 簡直你把人推進火根 是差不多而已啊 那道綽大師說 除了環境的不好 今天我們活在這個世界 還有自己的身形問題 我們的心 總是會有貪沉思 你看 今天誰敢說自己不會發脾氣呢? 誰敢說自己不會貪心呢? 你不會貪心 結果還跑去結婚 賺錢 旅行的 就是想要擁有啊 佛講無常 你還要擁有 不時不時 我們有情緒的問題 人家憂愁 傷心 嫉妒 搞是非 生病 短命等等的 所以 不止環境的問題 連我們身心的問題 也是污染不好的 這個要講修行 就不可能了 就太難太難了 所以其他方法 我們講修行 一定是要非常久的時間 就不止這一輩子 要三大阿神奇劫 為什麼? 就因為我們的污染 煩惱太多了 不是說今天我們要去掉煩惱就可以做得到的 那今天你要去掉煩惱就可以去掉嗎? 根本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整天說 煩惱都要無盡的斷掉 但是好像沒有一個人真的把煩惱斷掉了 所以 真的是太污染了 太難修了 好像一個手機電話 如果說 它的零件從頭已經快到尾了 請問你要怎麼修呢? 倒不如說 你換一個新的手機更好 是吧? 你修禮儀電話 要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但是你買新的手機 你現成 現在就可以得到 所以道綽大師說 換一個新的 就是我們念佛人 跟著阿彌陀佛到淨土 換新的生命 換新的環境 換新的世界 這個換就非常的殊勝 為什麼? 我們看 道綽大師跟我們說 到了淨土 我們走路的時候 底下有金色的蓮花 在下面捧著我們的 不像我們這個世界 地上還發生地震 水災 海嘯的 那在淨土 你出門的時候 還有護法善神在護持 你的親戚朋友 都是觀世音菩薩 大師至菩薩 前面帶著我們的 還是阿彌陀佛 各位看看我後面這一張極樂世界圖 到時全部圍繞在我們身邊的 就是這些佛菩薩 全部都是成就我們殊勝的因緣 各位 想想看 這樣殊不殊勝? 太殊勝了 相比這個世界 根本沒有辦法比的 這個世界的緣分 你看 基本上 看來看去 都是貪嗔失慢的人 放假去哪裡玩呢? 你這個餐廳很好吃啦 舉巴會八卦啦 你不知道這個人 那個人怎麼樣 那樣的 就算有些學佛的人 鼻子還是很高的 還是挺傲慢的 覺得自己懂很多了 所以這兩個世界 那真的是差得太多了 一個全部都是佛菩薩 一個全部都是貪嗔失慢的人 那差太多了 而且在極樂世界 我們的身體 還跟佛一樣是金色神 就是不壞的身體 不會再生老病死 壽命跟阿彌陀佛一樣是無量壽 到時我們會有大神通 可以到十方世界去 你去那裡 都是神通變化自在 那比較來說 我們在這個世界能夠行嗎? 今天在這個世界 不時不時你就生病啦 一下子就生病 生病的時候 什麼都不能做啦 今天在這個世界 去到哪裡 還要準備一大堆的 所以在這個世界 講修行 我們什麼時候能夠修到像喜樂世界的程度 所以還是念佛直接跟隨阿彌陀佛是最好的 拿無阿彌陀佛 拿無阿彌陀佛 拿 無阿彌陀佛 想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 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